首先就是给撒迪教会的信 七封书信其中的撒迪教会 那么多封书信 撒迪教会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说到他们 其实是死的 只有几个人 他们是穿白衣而已 所以这个教会是 耶稣指责是最强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启示读三章一节 你要写信 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坚固那盛下将要衰微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之道 这个教会真是很凄凉 很没力量 这里说到首先 耶稣自己介绍自己 有神的七灵 这里说到就是完整的灵 还有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事 就是掌管教会的 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着 按明指你是活着的 有生命的 不过其实是死的 其实已经死了 他们的熟灵生命 有些人是灵 是完全不得救的 第二节更加 也说到有些人的情况 你要警醒 坚固那圣下将要死的 原文是死字 在希腊文是死字 我不知是否翻译圣经的人 他有一个神学 因为大家听过 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其实圣经是不支持的 虽然圣经有说到 他说神会保守 没有人能够从耶稣的手中 将那些属于他的人奪去 不过圣经有一个问题 就是哪些是属于神的羊 他们的定义就是 有一次信耶稣 真信的就是拣选的 不过圣经是有说到 譬如撒种的比喻 说到有四种泥土 第一种是石地 即是在牢旁的 那些是被猪吃了 那些没有接受过 第二种是在淺土 是有领受的 听到神的道就是领受 即是有信的 不过他们没有跟随 所以后来就死了 第三种是 他的生命有很多难所 有惊激 由那种就失去 然后第四种就是好土 结出果子 第二第三种 有很大可能性 有些人死了 因为第二种说到 他没有跟随 所以后来就死了 圣经也有说到 在希伯拉书第六章和第十章也有说到 就是有些人已经是尝过天恩的滋味 于圣灵有份 又在尝过神的善道 但是如果他们离弃道理 就不能重生得救 所以圣经也有说到 真的有人可以失去救恩 虽然没有人能够将属于神的人 从耶稣的手里夺去 但是 基督徒是可以离弃神的 圣经也有说到离弃神 所以是有这件事发生的 所以我们知道 基督徒是真的可以离开神 我有更详细的经文也有说到 另外耶稣有说的话 非常清楚 马太二十四章 那末世有什么呢 那时 哪有许多人 很多人 跌倒 并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户 他会彼此陷害 就是陷害基督徒 恨户基督徒 就是他已经失去救恩了 如果得救的人 怎会出卖 彼此陷害 就是那个牧师 在那里 你去找他 那些基督徒 他们在那里聚集 秘密聚集 你去抓他 但是他是跌倒 就是说他本来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经文是很清楚说到 他本来是没有跌倒的 本来他是属于耶稣的 然后他就跌倒了 跌倒之后 他就陷害基督徒 杀害基督徒 所以我们就看到 基督徒是可以失去救恩 那并不是一次信耶稣 而是一生跟从耶稣 忍耐到底才能够得救的 好了 这要说到为什么 他可能有这个神学背景呢 你要警醒了 他说 圣下将要衰微 即是他将来未死 如果他本来原来将来要死 那就是说他会死的 即是说本来他未死 将要死即是未死 你要经过那些快要死 未死 所以本来未死后来死了 就是失去救恩 本来未死后来死了 所以这个经文是说到 他们其实是可以失去救恩 但是他们觉得这件事 违反他们的神学 可能翻译的人 是相信一次得救应得救 所以他们就把他转成衰微 就不是快要死 是快要衰微 即是未死的 其实在基督徒来说 有些人说死了 我怎么把握啊 死了我会失去救恩 其实就是一世悔改认罪 信靠耶稣做救主 跟从耶稣 跟耶稣的生命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继续得救 不是说我曾经信耶稣 所以我可以得救 或者说我信过 我有把握得救 我们的把握是说 耶稣救我 我捉述耶稣 倚靠耶稣一定得救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肯定 我会捉述耶稣 无论如何也好 就算有迫伯 其实将来真的会有迫伯 这个世界是可以随时进入世界大战 可以进入末期的 其实刚刚新闻又说了一件事 是什么呢 伊朗发了二百枚的飞弹 和一些无人机去以色列 这可以升级成为一个 更加烈国的战争 这也是非常危险 可以造成中东的战争 我们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 这个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到了末后的时候 我曾经以前说到 我们被提是大灾难之后的 如果你想知道 你上网看 我最近还找了五点 五点去用圣经支持 是灾后被提 是全是用圣经的 然后其实我说完那篇 我发现第六点 所以我又会有六点去支持 都是用经文的 而我上网找灾前被提的 它全部不是用直接经文的 不是说那个经文说被提 而是在普天下受灾难的时候 我会保守你 那到底怎么保守呢 圣经没有说清楚怎么保守 是不是一定被提呢 其实是没有说到的 所以我们不是好像信一些 舒服点 舒服点 但后来发觉 真的要面对大灾难的时候 很多人会跌倒的 圣经说明 耶稣说明 许多人 很多 所以我们要坚固自己 坚固别人 靠耶稣 以靠耶稣 得胜有余 这样我们就站稳了 所以这个教会很凄凉 哇 其实是死的 并且有很多 剩下的还有一些快要死 即是未死完 死了一大半 那么你快点坚固他 因为我见你的行为 在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 就是没有一样 是完全没有 当然在神来说 我们各样的行为 都是需要神的赦罪 因为就算我们 事奉神传福音 有时也会有缺乏信心 还有我们也不能做到 完全爱神 和爱人如己 不过他的意思 不只是这样 是你的行为 是很有问题的 这个意思 不是只是你的行为 大有罪污 而是你的行为 是很有问题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这个指责 真的非常强烈 这个教会 我们 神啊 帮助我们 不要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人 我们都去怜悯他 有时有些人 不是我们自己的教会 是别的教会 但是他软弱 我们就不要 不要指责教会 我们是如何证明 你想想肯定 和耶稣生命的关系 你有没有从耶稣得力 你肯定将来去到天堂 去帮助他 那可能呢 或者开始也不是说这些 可以分享一下自己 如何经历神的祝福 神的帮助 和他分享一下 那你又觉得 能不能从神得力呢 然后去帮他 如何能够跟神 又建立更好的关系 就是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法 比较容易接受 就是说在神里面 有封诚生命的 你分享自己的经历 有些传统教会 你不要说那么多神迹歧视的经历 就是说你生命的经历 然后就问他 你觉得从神有没有得到力量 你想不想得到更多力量 如果他想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帮助他 不是强迫他 而是去祝福他 就是希望 尽量减少将来跌倒的人数 因为圣经说很多 其实也挺恐怖的 并且有离道反教的时候 是离开真道 和反对神所立的基督教 好了 然后耶稣就跟他说 你回想 神总是给他的机会的 你回想如何领受 你如何曾经领受神的真理 如何听见 又要遵守 就是回想之后要遵守和悔改 我又说一说平约失 Joseph Prince 他就是这个恩典福音 其实有好几个人都说恩典福音 其中一个可能有些人会听 Joyce Meyer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Joyce Meyer Joyce Meyer是令很多人很舒服的 不过他说的话真的很有问题 他说什么呢 I am not miserable I am not poor I am not a s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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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到 他说 我以前觉得很难对付罪 后来直至我相信 原来我不是罪人 我便对付罪了 我不是罪人就可以没有罪了 其实他没有面对他的罪 其实他们的教导是很有问题的 有些很可惜 看到有些教导 例如另一个是Joyce Meyer 亦是很有问题的 平一室有其中一个 他说什么呢 悔改是改变主义 你由负面改到正面思想 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说 不只是改变主义 是遵从神 不是由负面 有些人悔改 他将悔改 平一室说 你不用悔改 你不用悔改 不过你悔改 他不反对你 他说我不反对你悔改 不过你不一定要悔改 你总要相信耶稣 你便是得救的 那你就不用担心 你失去救恩 所以这也是非常危险 在这些教会造成 有很多人将来会大规模跌倒 其实我发现 那些大的教会 也相当受了这些影响 因为这些教导 令很多人容易跟从 有些人并不是那么极端 不过少说罪 少说 就是多数说 得到安慰 得到力量 开开心心 家庭祝福 凡事祝福 就是多些说到这些方面 少说罪和悔改 我们不是堂堂都是说罪 不过我们应该第一从神 有亲密关系 都处理自己的罪 发现有什么负面思想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罪 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 我们都处理 这是很重要 这里就说到 悔改是什么呢 要遵守 不是只是 耶稣很清楚 平日室就说 不用说要做什么 他怎样说的理由 就是怎样 他说 不用说你要尽心尽性爱神 他这样说 他说你能不能做到 你能不能做到 你这样说的时候 别人能不能做到 所以不用说 总之你有恩典 你就能够了 所以这个真的很有问题 我真的听他说的道尔里面 有发现这些问题 他就不着重遵从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悔改 然后遵从 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 走神的路 耶稣很清楚地说 你去普天日传福音 给万民听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 是否明白呢 是遵守 都教训他们去遵守 行道 就是神祝福的人 就是行道的人 那你问一下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爱神 爱人 祝福人 传人福音 帮助人 跟从耶稣 这个先是行道 然后他说 你如果不警醒 我就会临到你那里 你不警醒 你不悔改 好像贼一样的意思 你也想不到的时候 你想不到的方式 神会来到 什么时候临到 决不能之道 这个图 就是有个人 快死了 的状况 求主怜悯这个教会 这个杀敌教会 真是很凄凉 而世界上的而起 有些教会 是真的很有问题的 好了 在里面也有几个 这里 只说几个而已 我们一起读 三章四节 启示录 然而再杀敌 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蔽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和的 凡得性的必这样穿白衣 我又必不从生命擦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众者面前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以的就应当听 然后说到他那里也有几个 是未曾污蔽自己衣服的 这个教会有几个人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这个第一可以是耶稣的二婆 借盖我们 就好像以赛书二六十一章十节所说 因为耶稣大大欢喜 我要靠神快乐 因为祂要拯救为依旗的孙上 以公义为婆 依旗的披上 好着新郎带上华冠 又是新腹佩太装饰 就是这个白衣 耶稣的二婆 我们在神面前 好像新郎新娘那样漂亮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有耶稣的二婆在身上 你可以这样相信 每一次来到神面前 我有耶稣的二婆 在神眼前 我就像耶稣那样圣洁光明 多谢天父 同时我们基督徒 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在启示录十九章讲到 那些光明结白的细脉 这就是圣洞所行的义 也同时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首先我们在神面前悔改 我们是有耶稣的二婆 也有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 神的确是看到我们的罪 譬如说你只信耶稣 但一点没有改变 神是看到 譬如在这几封书信 我们看得到 耶稣是看到的 耶稣会警告他们的 所以我们就不说 我只是有二婆 我做什么都不要紧了 其实一定是悔改的 圣经 尤其在启示录七封书信 都说到悔改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你帮我们要悔改 一方面有耶稣的二婆 在神眼中 就算我不够完美 但在神眼中 好像耶稣这么美丽 同时我们也有 我们所行的义 是神所纪念的 是可以欢喜快乐的 因为我们所行的义 在神面前是永远蒙纪念的 他们是配得过的 当然我们不配得到 永生是礼物 不过意思是 这个人真的 他行事为人 与蒙照的恩相称 蒙了这么大一年 他的行为 行事为人 与蒙照的恩相称 这些人是配得过的 而得性的 就能够穿这个白衣 在神面前有这个二婆 也有他基督徒所行的义 我不会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命 在这里很清楚说到 哪些人不会涂抹他的命 就是那些 跟耶稣有生命关系 但那些将要死的 死了的是没有 只是这几个有 希望这封书信 令到他们更多人悔改 即是那些曾经信过 不过快死的那些 如果他真的死了 是没有这个白衣 也在生命册上涂抹了 现在在我的父 和我父重视者的面前 认他的名 这里说到 就是耶稣会认我们的名 这个非常之重要 譬如好像 不知道大家考试 或者升级 有时说到 有几个可以升班 学校读名了 为什么读了这么久 也未到我的名字呢 读不到我的名字呢 最后读到你的名字 很开心 还是读不到 老师 有没有看错了 有没有看漏了 麻烦你 有没有看漏了 我们都会很紧张 耶稣就说到 凡在人面前 以我的道 当作可耻的 我在父的面前 也都以这个人为可耻 所以我们都留意 我们是 耶稣认我们的名 他不以我们的名为可耻 我们就说 我荣耀神的 去到什么机会 我都告诉大家 耶稣是很好 其实可以很容易的 就是有些机会 总之 其实我有机会 和那些人有接触 我就会和他说一下 耶稣很真 耶稣很爱你 耶稣祝福你 真的有神 也说在网上 有叶牧师的影片 你可以看的 你们都可以说 有叶牧师的影片 你可以看 你自己可以放一些见证上 你说 我的名字是什么 你上网找就找到的了 那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放一些见证在那里 你不用一次过说完 你可以上网看看 也有些人看过我的影片 后来才告诉我 我看了你的影片很久 我多谢主 这影片可以祝福更多人 然后 接着耶稣说什么呢 这些说话是否只是 给撒迪教会的人听 不是 七封书信的说话 我圣灵向众教会所说 凡有意的就应当听 平若生就说 只是给一个使者 给一个牧者听 这句经文已经反驳了 凡有耳朵的 个个有耳朵 大家摸一下 有没有耳朵 有没有耳朵的 被头发遮住 也有没有耳朵的 也有 有些女性的 头发遮住 其实也有耳朵在里面 都要听 遮住的都要听 好了 我们又看看什么是死或半死的基督徒 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很微弱 有些人是这样 真的自己没什么祈祷 没什么祈祷 又不敬畏神 不觉得神是要很尊荣他 我不可以随便犯罪 有些人可以随便犯罪 又不爱神 又不看到神的美好 然后祈祷就是求福 有些人祈祷 他经常都是求福 求医治 求这些东西 我都会告诉大家 如果你只是祈祷求福 你未必得救的 是一定祈祷有认罪 有悔改 求神带领他的生命 顺从神才可以得救的 和神没有沟通 没有交流的 犯罪 不会说神感动他悔改 会有交流的 我们和神是要交流的 大家 和神有没有交流 神不会跟你说话 未必听到声音 有些人听到 有些人就是意念 犯罪真的觉得不舒服 这就是和神有交流 他收不到神的提醒 神提醒他的犯罪 他骂人又不觉得重要 他说大又觉得不重要 他说人狠狠又不觉得重要 这些就是有问题 而且他会随意犯罪 又不知道他的罪 又不悔改 又不关心永恒 我曾经有一个教堂 我跟他说 我们将来去天堂 他说我不想这些 我很惊讶 为何回教堂 可以不想这些 只是想神的祝福 有时候有些教会的教导 真是很有问题的 然后他的行为不完全 为什么不完全呢 譬如有些人侍奉 因为侍奉是骄傲的 其实骄傲就叫白做 即是无谓 你又骄傲又做 即是白做 自我为中心 什么都说 你要听我说 自己为中心 高举自己 为自己而活 生活就是 我要赚钱 我要出名 我要娶到个美妇 或者有钱的老公 我要什么什么 都是为了自己的 而思想是负面 又污蔑又败坏 即是行为里面 真的里面又败坏 外面又败坏 言语又伤害人 随意骂人 夺取神的荣耀 表面是侍奉神 但行为是羞辱神的 这些就是行为不完全 还有更多的 大家可以想想 我的行为在神面前 是如何看待我的行为呢 这个经文提醒 我们就是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 我们都会听 希望我们都是穿白衣的人 是得性的 接着 下一个教会 就是非拉铁非教会 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 这个地方名字 Philadelphia Phileo是什么意思呢 Phileo在新年文 就是爱弟兄的意思 Delphia就是弟兄 Philadelphia就是爱弟兄 名字是这样的 在七封书信里面 是两个教会 非拉铁非和士务来教会 是耶稣没有指责的 这就比较特别一点 士务来教会 他说 你虽然是贫穷 但其实你是附足的 所以他是附足的 有几个人下监 为主的名受逼迫 但耶稣没有指责这个教会 非拉铁非教会 他不是完全很强 不过也略有力量 也没有指责他们 略有力量 遵守神的道 没有弃绝主的名 被犹太人逼迫 但在这里特别七个教会 只有这个教会说 我爱他们 其实每个教会都爱的 不过耶稣说出来 我爱他们 即是包含有喜悦 他的意思 所以这个非拉铁非教会 是比较特别的 我们一起读 启示六三章七节 你要写信 吸非拉铁非教会的事者说 那圣洁真实拿着大位的约事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 吸你一个闯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一会的人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方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OK 好了 那他写给这个教会的事者就说 这个写给这个教会的事者 不是代表不让他 其实凡有意的都要听的了 这个是圣洁的 这里形容耶稣 他是圣洁 真实的 是Amen 真实 Amen 就是他说的是真实的 他应许的一定应验的 拿着大位的锁匙 开了没有人能关 关了没有人能关 关了没有人能关 就是这个救恩的门 开了没有人能关 就是说这个救恩门开了 任何人信耶稣都可以得救 但是关了之后 没有人能够开得回 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说这个救恩的门 拯救开的时候 是一个大好的礼物 真的非常好 因为那些人一去地狱就知道了 去了地狱是没得出来的 是永远留在地狱的 所以开了门 记得进入 记得叫多些人进入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传呼音的方法 就是告诉别人 你有没有试过去一道 要进入一个地方 怎么知道 摸门钉 没有锁匙 没有得进入 那你就会觉得很失望 譬如你那件事很重要 很简单 譬如你要搭船 那只船 一个星期一班 譬如出船一个星期 你刚刚去到道门关了 你拍门 拜托开门 他说不行了 我们已经开了船了 不可以开门了 或者他都不理你了 哇 关了你就没得进入了 很惨的 那些船 你都一个星期之后游 要很久才有一班 或者天天才有一班 但是天堂的门就不是 哇 你不能再有第二次机会 你不停地拍门 也没有机会 其实很凄凉 什么时候关了 耶稣回来的时候就关了 圣经说到 当耶稣的哨头 在天上显现的时候 马太二十四章 那些万族就哭了 那时候还能否得救呢 是已经不可以 他们哭了 一看到耶稣出现 已经太迟了 没有机会到门 已经关了 即时关了 哇 前一秒钟都可以 耶稣还没出现那一阵 看到日头变黑 月亮变红 喂 圣经预言疫情了 快点快点 现在这一阵 末期的了 耶稣随时出现了 他们都不肯悔改 你告诉他 有时我们真的要告诉他 我试过一次探望一个病人 他快要死了 他是很坚硬的 我们太太信耶稣 他跟他说 我都跟他说 耶稣一说 他便搖手了 不要说 但我也说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信耶稣很重要的 你一会儿要面对 是很真实的 真的有天堂有地狱的 那时候回不了头 不过他也不肯听 这个我通常都不会这么说 因为他要我立即停 我就说 很重要的 一会儿你会发现 身上是有天堂有地狱的 那时候就太迟了 所以我们都可以跟别人说 你有没有试过去摸门钉 或者去搭船 搭车 闪了门 他不肯开给你了 很凄凉的 但是他去天堂的门 关了就更加惨了 现在门开了 没有人能够拦阻 你相信耶稣 你家人拦不了 就算你家人逼迫你 也不能够拦 但你现在相信 你就一定能够进去 有人说 他略有点力量 也有一点力量 虽然这个教会 他没有指责 但是这里就说 你有点力量 都是正面 不过力量不够 可以多一点 你都曾遵守我的道 称赞他们 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即是没有否认耶稣 我在你面前 让你一个闯开的门 没有人能够关 所以他说回前面 让你一个闯开的门 这个救恩的门 亦可以包括侍奉的门 你走前面的路 走进入神的计划 这个门没有人能够关 而那些撒旦一会的人 自称的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是说方话的 我要他们来到你面前 脚前下拜 当然这个下拜 不是像敬拜神那样下拜 好像屈膝在你面前 你是尊贵的 他会有一天在你面前下拜 即是说 原来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 有可能在审判的时候 在审判的时候 那些否认耶稣的人 他们就会在基督徒面前说 哎呀对不起 我以前攻击你 我以前说些不对的 在审判的时候 我们做错了 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得救了 那你也知道 哇 我已经爱你 这个真的很特别 让他们知道 令他们知道 我已经爱你了 所以这个教会 就是神所欢喜的 弗里德菲教会 我们都说 神啊我都希望是 你欢喜我的 我自己也分享了一个经历 我多谢天父 我其实觉得不配 是神的恩典 曾经有一个人 是我向他祈祷 经历圣灵 生命改变 又向他赶邪灵 后来听到耶稣的声音 又上天堂 上天堂就看到 这个生命上次纪录策 然后耶稣就让他看他的本 然后他就说 我想看义木斯的本 因为我更新他的生命 很好奇 然后耶稣就叫天使拿来 就看到是口 包金和写着我的爱子 我听到 神啊我真的不配 我真的犯过很多罪 我得罪过你 不过你更新我之后 我真的听你说 我真是悔改 走你的路 荣耀你 那神就纪念了 我就是神啊我不配 但你纪念我 我多谢你 多谢你 我真的心是 谦卑 不过我分享给你听 鼓励 你们呢 如果你悔改 听神话 神都说 我的爱子 我的爱女 什么什么名字 在你天上的本册 写着 我想你会很开心 我都希望大家 祷神喜悦是很重要的 神欢喜你 什么都有 神什么都会祝福你 你的生命一定是蒙福的 其实我们做人 有些人很追求 赚钱 结婚生子 你有结婚生子是好的 不过你没有 也不是一定不好的 有些人就是追求那些 就忘记了神 但你听神话 做神吩咐的 我可以就荣耀神 你一生都蒙福 其实世上的东西一切 你赚钱 吃多漂亮的东西 坐多漂亮的车 买到什么物品 其实这些都是要过去的 有这些东西 和没有这些东西的人 是否真的有那么大分别 不是一定的 但你为主做是永远有分别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为主而做 神一定欢喜 神一定赏赐 并且神说我已经爱你了 我喜欢你 我喜悦你 哇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称赞 有一天 来到耶稣面前 我喜悦你 圣经也说到 其实不同的基督徒 有不同的神跟他说的话 这里说到我爱他 圣经也说到土神喜悦 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審判的时候 圣经也说到有金银宝石 有草木和佳 真的有些基督徒 他的行为是草木和佳 不过他紧紧得救 紧紧得救的时候 神会说 我好喜悦你 我相信耶稣到时不会说这句话 不过他是得救的 但是有些耶稣说我喜悦你 有些耶稣说我特别喜悦你 这个我只是想的 圣经也有说到喜悦 真的有说到土神喜悦 所以有些人他真的会说我喜悦你 有些人只是草木和佳 我也希望大家 世上一切追求都是过去 但是神喜悦你 这是最伟大 但是有些人说我不行了 我太软弱了 你软弱了 你求主赦免 神就会欢迎你了 然后你求主帮你处理罪 一有罪的意念 就是说有破坏性的 我不要犯罪了 我得罪神的 这是不好的 我不听神说是不好的 那么你自己深信 我曾经有说过四个动力 四点 第一 神是充满大能 什么都看到 什么都是他掌管的 还有他充满爱 第二 他很看错我们每一个 我们都是在每一个蒙外 第三 亲近神 遵从神 侍奉神 一定蒙福 第四 不听话 不遵从神 不侍奉神 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其实很简单 如果神长官一切 你不能走鸡 那你走哪条路呢 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可以走鸡 是不能走鸡 有些人想 以后 其实浪费了我们青春的时候 我们青春的时候 就是最能够侍奉神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将自己的生命献上 你什么都做得更好 你背圣经都背得更好 你年轻的时候 是背得更好 更快的 所以你趁你可以的时候 就做神喜悦的事 神就欢喜你了 好了 接着 在后面 称赞他们 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 你遵守这个道 你有忍耐的道 就是叫我们忍耐地跟从神 是内心地跟从神的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怎样呢 灾前被提的人就说 就是他们在灾难之前就被提了 但其实圣经是很清楚说到灾难 基督徒是面对大灾难的 我们被提的时候 是这个号筒末尘吹响 以后再没有号筒 以后再没有号筒 就是说 是这个第七个号筒 已经是审判的时候 所以我们被提的时候 就是耶稣回来审判所有人的时候 这个保守怎么保守呢 神可以赐给我们有智慧聪明 你走到那里逃避 我会供应你食物 或者你祈祷就不用吃东西了 或者你可以吃树叶也行 吃泥也行 我可以把泥石头变草 食物给你 你吃了也行 不知道是怎样的 不过神可以保守 不一定是被提的 我总之会保守你 这个就叫做Esegesis 有两种识经的方法 一个是Exegesis E-X-E-X 就是从圣经找到意念 Esegesis E-X-E-X 就是把自己的意念放入圣经里面 有些人就是把自己的意念放入圣经里面 就不是在圣经里找到意念 这些人就会加上这些意念 就说 神会把你一早提出去 所以你不用遇见这个灾难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也就是说有机会夺去的 有机会可以失去的 为什么会失去呢 骄傲 犯罪 不跟从神 起初有爱心 不过后来失去了 这些都可以令人失去这个冠冕 神帮助我们 一直忍耐到底 荣耀神到底 神就起悦了 第十二节 得性的我要叫祂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也不再从哪里出去 神的殿就是 圣经讲到耶稣就是神的殿 也是神居住的地方 祂是柱子 祂是重要的部分 祂不是钉仔 祂不是钉仔 祂是柱 是支柱 是重要的支柱 是天国的重要支柱 这个真是非常宝贵 有些人真是他们做的 是天国的支柱 祂所做的是 支撑着很多人 坚固很多人 这是神所起悦的 也不从哪里出去 就是说你不会再离开这个圣殿 你永远都是 住在神的同在 我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成的名 这个成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的名 并我新的名字都写在它上面 就是有神的印记 先说到 在当开了《无底坑》的时候 在启示录说到 有些蝗虫出来 伤害哪些人呢 没有神印记的人 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 那些蝗虫就会出来伤害 所以大灾难 其实灾难有些是选择性的 但是这些人是有神的名字在上面 也有些魔鬼教的人就说 那些基督徒 即是有些爱主有荣光 有神的荣光在身上 是有神的名在身上 他们攻击不了的 我自己很深信 我们听神话、亲近神 以及处理生命 不让罪控制的时候 魔鬼是攻击不了的 我们不用害怕的 有些人有什么事都会说 有魔鬼有攻击 其实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件事的 好了 然后最后一个教会 《老底加教会》 我们也很出名的 就是一个不冷不宜的教会 我们一起读 启示录三章十四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加教会的使者说 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人 诚信真实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首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腐足已经发了财 一样刀不决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 贫穷核眼赤身的 这个教会也是耶稣指责的 第二个比较指责强的教会 就是一个不冷不宜的教会 并且他们很贫穷 譬如以弗所教会 叫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都没有这么形容 但这个形容也是比较强烈的形容 他说这位是诚信真实见证的 他意思是见证人 是诚信真实的见证人 在神面前 我再解释一下那句 他是阿门 即是他是真实的 这个诚信真实见证的 意思在原文是见证人 这个见证人是什么呢 是诚信真实的见证人 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 耶稣是一个诚信真实的见证人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 所有万物 他都是元首 他是作王的 所以没有东西能够脱出他的手指 他掌管一切的 我知道你的行为 耶稣看到的 其实耶稣看到我们的心 到底我们做任何事是出于爱神 或是为了自己 为了荣耀 为了夸耀自己 让人见到自己 觉得自己很聪明 神看到了 你又不冷又不热 他说我宁愿你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又不冷不热 我要从我口中把你逃出去 所以神要帮我们 热心热切 神要你这么好 我有反应 耶稣也说 他用什么给这个世代呢 就像那些人在跳舞的时候 你又不跟着他 然后在哀哭的时候 你又不脱胸 就是说他们玩个游戏 就是说玩这个游戏 就是在婚礼的时候 你们又不开心 然后你们 玩这个喪礼的时候 哀哭的时候 你又不脱胸 就是没有反应 而我们就学习有反应 其实给了一个例子 有反应 他真的很有反应 他一看到自己有罪 他说神啊 他就说神啊 离开我 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后来耶稣就赦免他的罪 然后问我是谁 他立刻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即是他即时的反应 然后耶稣说 跟他洗脚的时候 他说你千万不要洗我的脚 然后耶稣说 我如果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 他立刻说 什么都洗完了 头洗手都洗了 然后看到耶稣走在水面 他立刻说 可不可以让我走到水面 即是说他即时有反应 虽然他后来又跌倒 他又拉着耶稣 他是有反应的 其实我们看到耶稣这么好 有没有反应呢 我自己常常有空 我就会想的 我常常会想 神真的好了 我今天下午会讲的信息 如果你上网看 Facebook页目 可以看到的 Facebook页目 你可以看到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姊妹 看到耶稣的心 她在这个仪像中 我感谢主 自从她来 我们聚会 我跟她祈祷之后 她就次次祈祷 看到耶稣 感谢神了 我也想 我又见不到 不过 我又不会贼道 又不会妒忌 不要紧 神给谁 不同礼物 一起配合 他今次看到什么 他看到自己的心 他又看到耶稣的心 他就很开心 他说耶稣 我和你交换心好吗 耶稣让他看看他的心 他的心就想念着家人 有家人在 然后他看着耶稣的心 哇 里面放了很多 很悲伤的 疾病的 烦恼的 哇 耶稣的心 放了很多人 即是关心这些人 怜悯这些人 哇 他听完 他看完 哎呀 耶稣不行了 我受不了了 我承担不了 那我今天下午 我就因为他这个异象 他这个礼拜见的 我就说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去感激 以及活出耶稣的心 他的心是很漂亮的 他见到人就怜悯了 我真的觉得 很特别 这个异象 真是很特别的异象 这个又反应 我希望 我自己会想的 耶稣你的心有多漂亮 怎样他怜悯人 关心人 祝福人 赦免人 他总是关心人 他被针十字架 他第一句说是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 他们不晓得 第一想到就是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罪 所以看到耶稣的心 真的很广阔 很怜悯 我在想 我自己会去思想 我就会感激 很多时候我唱亨诗歌 预备信息的时候 一直唱亨诗歌 我就越感受到耶稣的美丽 我都希望大家时时是这样 对耶稣的反应 就不会不冷不熱了 然后不冷不熱 耶稣可以把那人 从耶稣的口中套出去 并且他还说 他说我是富足的 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可能他世上发财 但是他说 你是困苦可怜 贫穷 核眼赤身的 你是盲眼的 你看不到的 你是赤身露体的 你显露出那些罪 这个图就是那些 很贫穷的非洲人 好了 接着就劝他买火怜的金字 我们一起读 启示读生了十八字 我劝你向我买火怜的金字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刷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同爱的 我就集备管教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下我站在门外扣门 人又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泪里去 我要他他与我一同坐直 得胜的 我要似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在一样 又就劝他买火怜的金字 叫你富足 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羞耻不露出来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以赤身五十五章一节有说到的 你们干渴的就来近水来 没有银钱的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银钱不用价值 这里 神是用一个比喻 好像买不过不用钱买的 因为买东西其实是开心的 大家买东西是否开心 买手机的时候 买东西吃 是开心的 神就用这个比喻 但你不用付钱 你可以买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在上面的经文 耶稣是说到的 你们买这个火怜的金子 叫你能够富足 这是属神的金 又买这个白衣 不是买回来的 是神赐给你的 那你就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让你能够看见真理 看见什么是美好的 凡我所痛爱的 我就扎鼻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这也是说到 你要入热心 不要再不冷不热了 悔改 我在门外扣门 明天的声音就开门 我就进去他里面 就和他一起坐直 即是说 虽然你是不冷不热 但是你开门 我就进去你里面改变 很多人用这个经文 只是说到信耶稣 其实这里 不是说到信耶稣 而是说到基督徒 你开门让我进入你的心 做你的主 我就进入你的心里面 不过也可以应用在 大利人信的主 耶稣在门外扣门 也可以 不过这个经文主要是说到基督徒 你让我进入你的心中 做你的主 和你一起吃饭 德性 这个德性很特别 你就在我宝座上 和我一起坐 七个教会里面 应许这个德性 是一个最特别的 和我一起坐 在天上和我一起坐 就如我德性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样 那不代表 其他教会是得不到的 而是这个是 神特别 应许他的 为何弃身可怜 贫穷呢 因为他不关心神的事 他好像追求世俗化 追最终之乐 于是他们便是贫穷的 好 那我们今次 最后讲到七个教会的德性 德性是什么意思呢 启少二章到三章 德性是什么呢 就是本来离弃爱心的 回想到哪里的聚落 就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就是德性 不再是没有爱心 做回开囚所做的事 还有致死忠心 这个就是德性 还有呢 接着呢 第二十六节 就是遵守我命令到底 这个就是德性 我就将事给他权并制服列国 发热心悔改 不要不乱不义 这个就是德性 所以圣经说到德性 是信耶稣如有果子的 要悔改的 要跟从神的 做起初所行的事 是遵守神的道 到最后的 是发热心的 然后呢 我们今次再重复 说回 不是重复的 还没说的 七个教会 说到德性是什么 你看到德性的字 第一个教会 德性是我将神乐元的 生命树的果子 切给他吃 第一就是上天堂 上天堂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 有些人真的上天堂 真的有吃过这个果子 这是一个额外的支持 不过圣经有说到 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起初在伊甸园 他们不可以吃 因为吃了他们就不再死了 所以神封了伊甸园 他们就不可以再吃生命树的果子 但将来在天堂吃 永远活着 然后第二个教会 德性的 是什么呢 你自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 然后呢 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 这个就是说 肉身的死和第二次死 就是进入地狱里面的死 是不再受这个苦害 所以我们德性的人 是不再受这个害的 然后呢 第三个教会呢 德性的这个别加摩教会 别加摩教会呢 就是我将隐藏的玛拿 赐给他 赐给他的白石 上面写了一个新的名字 是没有人能够形式的 赐给了一个新的名字 并且有赐给他 永远的食物 玛拿 永远的食物 永远的赏赐 然后就是推瓦推拉教会呢 就是呢 德性又遵守我命令到底 我就给他权并制服列国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他用铁杖核管他们 将他们如同搖户的瓦器 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扶领受的权并一样 这个讲到应该是胜过列国 那为什么胜过呢 应该所指是传福音 去拯救那些灵魂 胜过列国 也可以有另一个意思 就是第二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 在世上的时候 胜过列国 第二就是去到天上的时候 这些列国都在他面前要 要俯伏 因为他们都是做错得罪基督徒的 所以他们都要向基督徒 认错 就是说他们有得罪神的地方 他们就被打碎 有两个意思 就是我们胜过列国 就算有一天我们被逼迫 我们都相信我们胜过列国 我们不用被他们影响 还有神圣 神圣在比特效书1章19之后解释这个神圣 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好似灯照在暗处 你们再次在预言上留意 直等到天发亮神圣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所以这里神圣说到心能够有神的光照 本来在黑夜 现在有这个神圣开始出现 在我们的心中 神启示我们 所以这里这个德性的应许是比较强的 就是什么呢 之前说到能够得救 以及能够有生命树的果子 但这里说到德性了 有胜过列国 有胜过列国 以及有这个神圣在他里面 然后撒迪教会是德性的穿白衣 就不将他从生命树上删除他的名 然后菲拉提斯菲的教会 也说到他们如何呢 他们在德性的在神的殿做柱子 这个又是特别的 就是支撑这个神的天国 这个教会 他们所做的事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宝贵的 当然是神支撑 但是神也是用人 去做神所吩咐的事 他们就成为这个殿的柱子 就将神的名和神的成的名 写在他上面 然后就是最后的教会 就是这个老底家教会 就在我父子的宝座上和我一起坐 就像我在我父子的宝座上一起坐 这个真的是比较很特别 而且很个人性 就是三个比较特别的 我们再看一次 就是这些的应许 第一个是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 给他吃 第一个 第二个教会 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就不将他从生命拆上 删除他的名 然后也很特别就是柱子 在这个圣殿里做柱子 然后最后就是说到 跟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 这个是很特别的 我们可以一起坐的 所以这个是说我们有这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七封书信 我们都留心去看 都提醒自己 其实里面有很多恩典 神所应许的恩典 我们悔改跟从神的 我们得着这些恩典 得着这些帮助 愿意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之下 开开心心跟从神 我经常都鼓励人 不是好像有压力 看完七封书信 有些人很有压力 因为他只看到要做什么 但是当你看到 神应许的 当我跟从神 神就祝福我的 正如我说一杯粮水 给一个小子 不能不能上资 我就可以开心了 我一跟从神 神就欢喜 我又欢喜了 这个心 你跟从神就很容易 我们一起起床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赞美你 因为你应许我们 当我们信靠耶稣 悔改跟从你得性的时候 神就大大的私恩给我们 我们就成为 可以成为神的国 神的殿的柱子 可以支撑很多人 我们都能够粉碎列国 我们都能够和耶稣一同坐在这个宝座上 非常美好的 我们都盼望这个日子 神祢是称赞我们 并且说我们是祢所爱的 主耶稣我们渴慕你 我们渴慕做祢所吩咐的事 全能的神所喜悦的事 我们愿意做 神祢就欢喜 祢就发挥我们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冷不结果 只要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 不要不冷不热 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 靠着耶稣得性有缘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我们可以靠耶稣得性有缘 而且每一步一杯凉水给一个小枝 都不能不得赏赐 我们就开心快活了 每一次事奉神 我们都开心快活 神就纪念 神就赏赐 今生得百倍来 实得永生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给我们力量 并且决意跟从神 行神的路 遵从神的路 离开一切的罪 将生命献上是最神所喜悦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荣耀归给主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到底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